那么在社区要如何营造他们的幸福感呢 来看到的是大社区保社里的经验 社区志工是将里内的一处脏乱点改造成资源回收场 而回收场旁另外还附设了幸福学堂 让里面不但可以有机会参与环保工作 还多了一个关怀长辈的学习据点 大社区保社里的幸福学堂内传来振振笑声 有的长辈手拿钻线 有的拿的则是做工用的手套 原来他们都是关怀据点的老人家 正在学做用工业手套制成的母鸡带小鸡百事 這個又是雞肉 雞肉 雞肉 帶雞肉 用什麼做的 用秋頭和麵 我感覺很好吃 有啦 我做的啦 這所公議 這就是說 這樣 一隻雞肉 帶五隻雞肉 這樣 用什麼做的 這個用秋頭 裡面有麵 現在來拿雞肉 拿雞肉 對於每個禮拜 能有兩天時間 到幸福學堂 學做手工藝 李明覺得很開心 也很滿意 不說你可能很難想像 這裡曾經是塊髒亂點 同樣改造髒亂點的 還有這個 幫助里內籌募經費的 資源回收廠 過年前 因為說我們的 環保局 一定推動 每一粒 所以讓做一個回收 再利用 一種垃圾 不落地的原則 我們都在推動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 閒置空地 髒亂點 再整理以後 這裡差不多六七十塊 來做我們的社區回收站 大社區的保舍裡 運用里內的空間 將每塊原本荒廢的地方 整理後再利用 成為李明可以修憩 使用的好地方 得到了當地李明的 一致認同與好評 港東新聞 這是黃子倩胡婦人 採訪報導